歡迎去看關鍵的時刻 我們看到習近平 現在人正在美國的救星山 他去參加IPEC的高峰會 參加高峰會 當然跟拜登見面 導播我看這張照片 你如果看到習近平的表現 你會覺得他滿臉笑容 照樣講他這次應該成果非常豐碩 但怪的是 習近平到了美國去之後 拜登有對他放鬆嗎 沒有 拜登直接稱他是獨裁者 不但直接稱他是獨裁者 雷蒙多還策略強調 關於安全的部分 我們絕對不會放鬆 甚至中概股這兩天在美國大跌 大跌有個非常可怕的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一天之內 蒸發了6000億台幣的市值 所以現在中美的關係 到底走到什麼樣的程度 今天習近平為什麼 到了美國受了這麼大的壓力 甚至受到這麼大虛弱 他還可以笑容滿面 還有美國現在連硬材 自己人都要進行制裁 所以現在中美的鬥爭 中美的競合 到底進到什麼階段 而這個階段是從 跟我們台灣有關係嗎 對 沒錯 你看這個照片就是 習近平去訪問美國的時候 跟拜登兩個人 有說有笑的這個畫面 照理說 我跟他講 如果是真的中美破冰來說的話 這個中概股是不是要大漲 就沒想到在他們兩個這樣 有說有笑這樣的同時 在美國掛牌的中概股全面崩跌 你用崩跌 我們就講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你看一天跌了10% 以我們台灣來說是跌停板 一天跌10% 他一天的市值蒸發超過6000億 你想到他為什麼要 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因為原本習近平這一次去美國 除了跟美國恢復對話之外 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他希望美國你在科技上面打壓 不要再繼續這樣子 放鬆一點吧 希望能夠有一些些 鬆綁的這個狀況 所以之前中國的科技股 或是美國投資人都這樣期待 但是問題是這一個 這一個所謂的鬆綁 這一次拜登跟雷蒙多 從來在會議中間 沒有談到這件事 你說雷蒙多寸步不讓 對 事實上習近平有表達 所以你不要再封鎖 但是美國根本不理他 因為不理他的時候 那為什麼阿里巴巴會跌這麼多 因為第一個 阿里巴巴沒有辦法有晶片了 那因為最近阿里巴巴出了非常多包 就是因為晶片出了很大問題 那晶片出了很大問題 當然會讓人家聯想說 你阿里巴巴是不是完蛋了 因為阿里巴巴目前 只是中國最大的雲端的提供者 如果沒有晶片 中國目前企業有一半 是用阿里巴巴的雲端 所以你的資料的儲存 資料的計算 資料的運用 都在阿里雲裡面進行 對 所以因為這樣的話 可能阿里巴巴集團 會受到非常大影響 所以你在美股裡面 就一口氣暴跌了10%的狀況 而且從阿里巴巴的現象可以看出來說 美國剛剛講的對晶片全部打壓 打壓基本上不是你AI晶片打壓 現在不是AI晶片打壓 是你所有高速運算的晶片都受到影響 如果阿里雲沒有新的晶片可以供應 沒有新的晶片 第一個我不能升級 連我現在要做基本的維修都出問題 所以阿里雲最近出了很多問題 如果阿里雲不能撐下去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的高速運算 中國的AI或是中國的整個智能化 都會出現大問題 對 為什麼這個AI或是說 所謂的晶片對阿里這麼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 阿里雲跟蔡崇信的說法 已經成為一半的AI模型 已經為中國一半的AI模型公司服務 所以等於是 阿里雲負擔了中國 一半的所有的人的生計 所以你要搞AI 就要搞跟阿里雲合作 如果阿里雲完蛋 一半的AI就完蛋 對 但是偏偏這一陣子 阿里常常出現崩盤 這個崩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崩了 你看 淘寶又崩了 那鹹魚又崩了 那阿里雲崩盤了 這個叮叮崩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因為他們都是用阿里的東西 因為阿里雲不知道為什麼 出了什麼trouble 出了trouble 所有東西都當了 這次才11月12號晚上 因為阿里雲很多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完全都登上這個熱搜 大家都說 什麼這個不行 你說我的應用全部斷經 然後實際上他就出現故障 但是他這一次呢 耗時三個小時才解決 牽扯到什麼 深圳 成都 廣州 杭州 呼倫 浩特 還有海外的孟買倫敦 還有矽谷 首爾 因為還有國外廠商用它們 結果大家都說 你到底怎麼回事 明明你要提供穩健的服務 結果沒想到 你的系統反而出了 非常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要用你的淘寶 淘寶壞了 對 用你的鹹魚 鹹魚壞了 用你的丁丁 你的丁丁壞了 對 那其實還不只這樣 因為去年底的時候 阿里雲在香港有一個冷氣 這個機房冷氣故障 結果被他就壞掉 那壞掉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他們要排除這些問題來說 沒有相關的這個 後續的這個包座槍 你要走新的晶片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排除的時間 非常非常慢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才會讓人家說 你看 為什麼會崩盤 因為阿里巴巴 因為美國晶片出口管制放棄 而因而推 因為美國晶片的出口管制 因此他放棄推進 雲業務的分拆 他原本想要把雲業務分拆出來 就因為這樣 拆不出去了 沒有辦法拆 所以導致說 他整個股價出現一個 大崩盤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整個AI的組合 等於AI阿里雲 在整個剛剛講到的 它的所有業務的12% 如果你這樣子當掉 你阿里巴巴的業務中 12.3%的業務 是受到重大影響的 對 沒錯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美國開始管制了 中國晶片取得的這個狀況 所以阿里他目前為止要升級 因為資料量越來越多 我要升級的時候 升級得不夠快 所以目前為止 阿里顯然遇到很大問題 但是他說 他說我們有國產的這個晶片啊 但是國產晶片 美國也對你封鎖 之前封鎖了避震科技 又封鎖了這個 摩爾現成之後 現在只有誰啊 只有剩下所謂的 華為的晶片可以用 好 那你知道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騰訊就說了 騰訊就說 我們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阿里現在落水 我就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他說我們已經準備了好幾年的 H800的這個晶片 然後我們可以用好幾年的時間 那當然我們把這個庫存用完之後 我們嘗試找國內的這個晶片的 這個來源 你說騰訊唯一能做的是 大量收購了NVIDIA的H800 中國的公司都是只能這樣 他們自己國內根本做不出來 可是我跟他講 為什麼我覺得這一次呢 美國是真的玩真的 我跟他講一家公司 叫微軟公司 微軟的納德拉 他這次他也沒有去參加 這個習近平的晚宴喔 而且他在說什麼 他說美國正在就貿易競爭 和國家安全的意義 做出一條一系列特定的這個政策 我們受於美國的政策的決定 將遵守美國的規定 也就是說 他必要的時候 會避開中國市場 他講的 他自己講的喔 所以他在市場 連Microsoft 他都認為說 我就不要中國市場 沒有關係 就這樣的狀況 難怪習近平這次去舊金山 剛剛講到的 雖然他跟企業界晚宴 晚宴去的人雖然不少 對 可是重點是每個去的人 都遮遮掩掩 對 沒錯 每個去的人都怕被點名 做技 對 而且那 因為這個今天取得不到之外 還有對中國造成一個影響 過去五百大的這個超級電腦 裡面來說的話 中國要嘛就是排前五名 但這次是中國前十名都沒有 也就是說前幾名你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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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日本 然後這個芬蘭 也就是說 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已經沒有 似乎沒有能力在 建構所謂的新的 超級電腦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的超級電腦真的已經大幅落後了 是的 所以跟他講 你現在很多到美國上市的 中概股都跟科技有關 對 全垮了 對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我們剛才不是說嗎 美國那一天 他們這個拜習會非常開心 然後晚宴開完沒多久的時間 結果迎接而來的是 整個隔一天的美股 中概股大崩盤 那大崩盤 你要不說真的大崩盤 我跟他講 這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這邊 跌9% 你看世紀互聯 跌了26.2% 跌26 然後Bilibili 然後跌了7.8% 這是他們非常大的一個平台 點牛 金融 叮咚 買菜 大家可以看到 這最後一欄 這都是大型的中概股 未來汽車 小鵬 汽車 愛奇藝 微博 然後理想汽車 全部都是大跌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真的是完全崩潰 那真的是一個崩潰的局面 那為什麼會崩潰呢 事實上除了這個中概股 目前為止美國不看好 中國不看好之外 美國也不看好 這是美國剛好在公布 他們相關的上一季 你這個所謂基金 或是大戶的進出狀態 退休基金 你可以看到 這是整理出來的 你看他們賣什麼 這個阿帕羅薩 他賣了什麼 阿里巴巴 然後京東 北度 然後這個索羅斯 把阿里巴巴賣掉了 然後你看這個是Tree Point 阿里巴巴也把它賣掉 然後你看橋水 小鵬汽車 然後幫我說你看Tom 他把很多都京東 你看一大堆賣 所以就是說你看 美國的這個所謂基金 有字一統的 都在過去一季裡面 大幅地出清中國的狀況 所以就告訴你 美國現在其實有意地 在去中國化的狀況 而且美國現在在查 之前不是講 你任何美國的企業 你還設定一個限制 你不可以跟中國往來 甚至你連很多的美國籍的人 你也不可以在中國 幫助他進行所謂的 這個半導體跟AI 結果現在我們之前講過 在美國半導體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應用材料公司 也就是硬材公司 現在居然被路透社給報導說 他偷偷地供應 中心的這個所謂的供貨 然後硬材一天跌了7% 對沒錯 硬材現在可能惹大麻煩 為什麼這樣講 現在美國的這個司法部 已經在調查應用材料 為什麼 因為它涉及在2021年到2022年的時候 他先把 美國已經管制的材料 他先把它運到韓國的子公司 然後再從韓國的子公司 把它運到中國大陸的中心這樣 他認為說這樣就可以 規避美國的法令 對 結果美國現在就說 你這樣是違法 我們當初說 你任何子公司也不能夠做 我認定你違法 所以現在要調查 當初應材可能的狀況 這可能會接受到美國的刑事調查 這可能是會判很重的罪 所以美國是完真的 我用打硬材告訴你 你美國其他廠商 你不要以為我不敢動你 我連硬材我都敢動 這有點像什麼 硬材是美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 就有點像中國在打 富士康一模一樣 它這個動作是相當相當堅決的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你知道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這個晚宴 這個他不是辦了一個晚宴 就是說你這個出席的人 這個如果四萬塊就跟我做主桌 可是你知道 甚至這一次 不好意思 很多人就說你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我不想知道 讓人家知道我是誰 那當然 你看還有一個 有一個說 橫跨兩國的科技公司的 這個華裔的這個 這個美籍華裔的高層 他說我不去 我不能去 你為什麼 因為我的出席是國家機密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看出來一個狀況 甚至很多人去都是遮遮掩掩 那譬如說像META的這個 ZANBURG 他有買票 但是他沒有去 那伊隆馬斯克是 他去了一下跟這個習近平握個手 就跑了 所以那很多 我跟你講這什麼氛圍呢 你以美國市場為主的 大家都其實不敢去 META也不敢去 微軟也不敢去 Google也不敢去 亞馬遜也不敢 那些都不敢去 以中國為市場的 他們就敢去 因為他老闆為了這個生意 他還是去 所以事實上 美國現在就點名做記憶 他們現在中國委員會就說 你要把我所有的名單都交出來 到底那一天去了有誰的名單都給我交出來 所以你要知道 事實上美國現在連出席到習近平的晚宴 現在美國都會認為說 你這個老闆恐怕是有問題的老闆 對不對 剛才講的中美之間 甚至中美台之間都出現了一個非常詭異的變化 你很難想像習近平跑到美國 而且剛剛講的非常低姿態 笑容滿面 而且不斷地想要去做關係 改變他的一個外在形象 看到了雖然拜登跟你高度的歡迎 但是我寸步不讓 該對你的打壓 該對你的封鎖 連雷蒙都說 有關國安問題 門都沒有 在這個時刻有一個人出來了 也就是被認為最了解中國的企業家 達利歐 喬水投資的達利歐 他講中美雖然是什麼 危險邊緣後側 危險邊緣沒那麼危險了 打仗沒有那麼可怕了 可是已經進到了一個新型態的戰爭 而這個新型態的戰爭 中間點在哪裡 在台灣 對 你知道達利歐他講了 就是說中美之間本來是應該 可能會有一場軍事衝突 但是這一次習近平去之後 看起來就表面上來講的話 軍事衝突暫時緩歇了 但是問題是說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為什麼呢 因為中美已經進入到 另外一種競爭模式 另外一種新型態的一個戰爭模式 而這個新型態的戰爭模式 它稱為叫做 新冷戰當中的大國競爭模式 大國冷戰模式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其實你看 如果你把白宮的這個新聞稿 翻出來看 看起來好像中美之間 拜習會之後好像和緩的感覺 但事實上不是啊 這裡面當然充滿了任何的 爭鋒相對 還爭鋒相對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在白宮文稿裡面有提到一點說 拜登突然講話告訴習近平說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 你講的話是真的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你可能以前騙我很多東西 我覺得你都在騙我嘛 為什麼 這是反話 對 2015年9月的時候 不是習近平進到白宮裡面 跟歐巴馬講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不實現嗎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拜登也在現場 所以拜登說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講的話 這是一個 最重要的是說 全世界為什麼關注的焦點 因為 俄武已經發生戰爭了 尾巴衝突也發生了 現在大家都看 台海會不會發生戰爭 所以現在中美之間來講的話 到底台海會發生戰爭 就取決於哪一個國家的國力比較強 哪一個國家國力比較強的時候 可以壓倒對方 這時候戰事就可能不會發生 如果美國在所有的高科技產業 為什麼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說包含雷蒙多 為什麼包含葉倫 他們還是不斷的一直在出招 你想想看 拜登如果說表面上跟他和諧來講的話 坐在旁邊的葉倫 他們的財政部也好 雷蒙多的商業部也好 不斷的還在對中國的企業在出招 半導體 晶片 還有地間的所有東西 甚至未來可能連什麼 連一般的科技 一般的什麼 比如說民生用品的東西 說不定也會出招的 也就是美國一定要對中國極力打壓 打壓到中美之間的國力差距越來越大 大到美國覺得安全 美國安全是我聽不到 後面中國的呼吸的聲音我才會放棄 那個就是相對安全的概念 相對安全的差距一定要拉很高 不是只有美國的絕對安全而已 是相對安全 那如果說我幫你打趴 打趴的時候你還有可能 你不是在秀你的華為手機嗎 是不是代表說你還是有能力 可以來跟我競爭嗎 不對 我這樣一直幫你壓下去壓下去 壓到你沒有辦法跟我競爭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我才能夠確保台海的安全不是嗎 這就是美國的思維 所以他絕對不會放手的 絕對不會對中國這個 現在來講的話是習近平需要笑臉外交 拜登也需要了解到我固定的一個模式 就是說我美國主宰整個全世界的秩序 這時候我把中國找來 每年固定的見識面 那是禮貌性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在內部來講 暗潮洶湧啊 因為有很多的招數 可能美國在習近平回國之後 不斷的會要繼續出招 還會再繼續出招 這絕對是免不了的事情 好 瑞德 剛剛問有一次台北有趣的是 過去剛剛講的 中美之間一樣合作大於競爭 而且剛剛講 你中國的領導人都已經到了美國 照樣講那是一個榮民的表現 至少你要給人家一點善意 沒有 直接說你是個獨裁者 而且對你的打一下絕不放手 更誇張的是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直接講什麼 我還要繼續的武裝台灣 對 沒錯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 拜登跟習近平的會面 兩邊各取所需 各提出自己的讓步 那麼跟這個相關的要求 不過習近平有一個說法 我們要非常的注意 是什麼 習近平一方面說 沒有那個什麼 這個等於說 2027年 還是這個等於說2032年 那麼要攻打台灣的這個計畫 那個報告他都沒有看過 各位不要小看習近平 為什麼 他這樣一講 是不是表示說 沒有那麼劍拔弩張罵 但是他同時要求一點 要求美國不要再武裝台灣 那他這一點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美國不要再買武器嘛 過去 那麼過去講這個話是誰 過去講這個話 通常是 比如說這個外交部 還是國防部的發言人 或國台辦嘛 但這次習近平當面跟這個 拜登這樣講 那拜登當然是不會 拜登會怎麼回答 他們只會這個等於說 防衛台灣嘛 所以呢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直接講 他們會繼續武裝台灣 那這樣子 豈不是打臉了這個習近平嗎 你都直接跟我講 你不要再武裝台灣了 結果奧斯汀馬上說 我繼續賣武器 不過各位要知道 那麼拜登是一個 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的政治人物啊 所以呢 我預估 寶傑我在本節目 已經講了好多次 非常渴望美國能賣我們的 AGN-158 還記得嗎 因為AGN-158的這個飛彈 射程超過370公里啊 他們美國最近才要賣給了 這個等於日本50枚 本來我認為 是不是有機會去爭取 但是目前看起來 經過習拜會了以後呢 短暫期間 美國不會賣給我們 AGN-158了 為什麼 AGN-158是屬於 比較攻擊性的武器 那可是問題是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又說 我們要繼續武裝台灣嗎 對啊 要保衛台灣 所以我們將得到什麼 各位 台灣將得到免費的武器 什麼免費的武器 比如說 標槍飛彈打戰車了 比如說刺針飛彈 打這個飛機直升機了 這個相關的這兩種飛彈呢 那麼之前因為受到 美國軍員烏克蘭的影響 因為現在全世界 這樣子產量拼拼拼開嘛 對 所以呢有一些 有一些標槍飛彈跟刺針飛彈 其實已經偷偷悄悄地 運到台灣來了 已經運到台灣來了 標槍次針來了 對 已經來了 那麼但是呢 數目還不會很多 不過我相信在年底 甚至於明年初 還會源源不斷地運來 不過不一樣的是 這並不是在 我們的相關的採購清單裡面 因為我們單單標槍飛彈呢 買了500枚嘛 那250加250嘛 500枚嘛 這不算在我們的扣打裡面 對 我們戶錢的這個不算 這是美國政府直接 免費付送給台灣的 這是我們買的其他額外的 國防授權環裡面規定 而且它裡面有好處是 他免費給我們的這些武器呢 因為你是不是不用買的 所以你這些東西不用編譽 算不用給立法委員審啊 所以這些東西給我們什麼 連老共都很想知道 他到底給了我們什麼 除了剛剛講的標槍飛彈 還有沒有別的東西 但是他不用跟你告知 為什麼 因為他免費直接送給你的 免費支援台灣的 他是給我們 然後呢 他不用經過我們的立法院 所以我們這個人都無從得知 就好像給台灣的莫德納 疫苗意思是一樣的 你把疫苗跟他們美國 給我們的軍人的武器 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他會源源不斷來 為什麼呢 因為要讓我們台灣的 很多的彈藥庫 很多的相關的飛彈庫 那麼有源源不斷 我們其實也悄悄的下定的 多下定的 對我們的中科院下定的 一萬多枚的這個紅準火箭彈 所以表示台灣不斷地 累積累積增加這些東西 那麼除此之外 事實上我們還是要非常小心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有公佈一個 美國的驅逐艦 美國記者登上他們的驅逐艦 在南海跟中共的這個 等於說驅逐艦 海口號 拉肺爾號的這個美艦 跟海口號 那麼他們在南海之間的過程 我跟你講 所以說現在緊張的是美國 菲律賓跟中國 對 其實真正的亞洲火藥庫 不在台海 那麼習近平都直接跟你這樣講了嘛 雖然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但是真正台灣海峽 沒有那麼劍拔弩張 真正最危險的火藥庫 其實是在南海 為什麼 因為過去 因為過去 美國跟菲律賓雖然有 共同防禦條約 但是僅限於在 我們美國所認同的 菲律賓相關的島嶼 不包括南海 而拜登跟奧斯汀呢 直接把南海的衝突 列為就是美國要共同防禦 這事情來啊 那萬一兩個人幹起來怎麼辦 萬一菲律賓跟中國兩個幹起來 那我問你 美國不出手都不行嗎 最近那個記者就直接在 美國的軍艦上面 那麼看到海口號的這個 中國的軍艦直接尾隨著 那麼美艦往右轉 他就往右轉 然後往左轉就往左轉 就這艘船 沒有錯 你跟著你轉 我就盯著你後面就對了 然後呢 這邊就故意 美艦就故意直升機上去 那麼海口號的艦長 還用英文直接警告 欸 拉肺奧 你們的這個直升機 太靠近我們了 依照國際管理 你要離10海里以上 不過呢 那麼美艦這邊就直接講說 我們是按照國際管理 沒在意識 沒在釣力 不過 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此過程當中 中國做了一個動作 是過去沒有做的 什麼動作呢 除了用海口號的軍艦尾隨之外 他不是一天到晚派飛機飛來飛去嗎 他們派出他們的轟炸機 現在不知道是轟6 轟6K還是什麼型號 但是他故意在美艦的旁邊 那麼演練什麼呢 演練要丟相關的飛彈 來炸美軍的軍艦的這個動作 欸 這就充滿挑釁了 那你知道美軍用什麼方式來回應嗎 怎麼回應 他做一個演習 是我如何運用我美艦的飛彈 把你的轟炸機給打下來 打下轟炸機 對 那彼此之間都是在紙上作業 但彼此之間都知道 一個是我飛彈要做一個飛機 用飛彈把你的軍艦打下來 一個是我用軍艦要把你的轟炸機 給打下來 就彼此之間都做這樣的一個紙上作業 大家都有一個恐怖平衡 但是沒有人敢真正的按下那個按鈕 好 董事長 當然對台灣來講 我們最關心是明年年初的總統大選 可以請說不是 總統大選 這兩個人至關重要 這兩個人怎麼出手 何時出手 關係重大 而且兩個人已經出手了 2024的台灣總統大選 比過去的所有的大選都要重要 因為重要的原因是在哪裡 因為全世界都在打仗 有兩個主要的戰場 就是俄戰場跟中東戰場 那所有世界大國 尤其美國跟中國 不希望在台灣發生有大規模 或是有軍事上的直接衝突 所以習近平在講 美國報導 2027年 2035年 這個中國會發動戰爭 沒有人跟我講過這件事情 沒有聽說過 這個美國跟中國對台的 有關軍事戰略這一部分的策略 一直保持所謂的戰略模糊 對 戰略模糊就是很簡單 我從來不告訴你說 我會不會打你 我會不會不打你 或是我會不會派兵來救你 或是不派兵 這整個叫做戰略模糊 那戰略模糊的框架 已經維持了40年沒有改變過 結果突然間這次在重要的 APEC會議的習拜會上 突然間習近平丟出這個 這個前所未有的新論述 對 這個新論述就是等於 他不是跟台灣人講 跟美國講 跟拜登講 跟拜登講 跟全世界宣誓 而且我們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 就這件事情是你美國報導的 我根本沒這回事 他把那個鍋就甩到美國人頭上去了 我昨天已經解釋過了 那這個美國有把安排了60%的軍力 安排在亞太的戰 亞太的地區 那美國安排60個兵 60%兵的目標是什麼呢 他就是把中國設定為美國未來的 potentially未來的第一號敵人 對 所以美國未來的軍事部署的第一號敵人 就是中國 那所以雙方都要不斷地在升高 這個所謂的軍事的對峙跟準備 那習近平當昨天丟出這個話來之後 是不是代表了以後就會鬆懈 不見得 但是在語意上來講的話 習近平是沒有必要做這種的時間 那麼清楚的宣誓的 那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宣誓 當然這個事情 某一定程度來講的話是示弱 示弱了 對 美國是示弱了 他不會再主動發動戰爭了 那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就等於一個承諾 當這個承諾一出現以後 那當然你亞太的 這個亞太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嘛 那降低的時候就再回到他之前 我們發生在南海的衝突 發生你看他對這個日本 今天包括對日本岸田文雄的說法 全部都在趨向一個緩和的方向發生 那這個示弱的情況之下 就換言之講 就是美中的關係 又另外第二個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跟你以前不是講嗎 習近平是狹路相逢勇者 是嗎 現在不耍狠了 他對台的態度來講的話 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回應了 美國的報導的 2027跟2035的軍事衝突 那這一點來講的話 很明確的嘛 就推翻了這些報導了 換言之講他有把握 也可以說他有承諾在這個20... 他能承諾到2035耶 2035 那表示他有把... 他憑什麼資格承諾2035呢 對 那換言之講 他的在中國大陸的權力架構上來講的話 他能夠答應到2035啊 這表示習皇帝 從2027到2035都可以答應你了嘛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誇口啊 對不對 非常大的一個承諾嘛 那這個事情對台灣就發生直接影響嘛 那因為全世界的投資者 都把台灣當成第三個有可能發動戰爭的戰場嘛 那昨天這個宣示之後 在表面上看起來這個消弭掉了 沒有這個可能性了 對 而且沒有這個可能性之後 你看昨天我們的股市... 大漲了 我們的股市大漲 五惠雙掌 對 但是相反的 因為他這個... 你發現說他習蒙多... 雷蒙多 雷蒙多並沒有... 不但沒有鬆口說在所謂的半開... 這個半導體上有任何緩解的跡象 反而還加重威脅 對 所以這個是對中國來講的話 是一個很頭痛的一個事情啦 但他還是態度很好 但他還是很... 他不管怎麼講 那個氣氛是一個緩和的氣氛 但是他企業界的態度都不一樣了嘛 企業界知道嘛 他們的冬天來臨了嘛 因為你過去三年多在所謂的這個... COVID-19的過程當中 他還是有... 偏向於所謂的勞動密集的... 低公司的產業嘛 可是中國已經沒有這個優勢了 所以他必須要提升他的產業 那提升產業要靠什麼 靠半導體啊 對不對 因為你要進入AI的時代靠半導體 當你半導體被美國卡住的情況下 就完了 你就很困難 不是完了 就會緩慢 就緩慢成長 因為那中國不把這個產業結構 調整的情況之下的話 它將來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壓力呢 就面臨到它主要有三個出口國嘛 第一個出口國就東盟嘛 第二個就是歐盟嘛 第三個就是美國嘛 那這三個大的區域的出口的話 它就會變成低價 消價競爭啊 你沒有技術優勢的話 你只有消價競爭啊 就像現在幹的事情 那就消價競爭就會被懲罰嘛 就會變成你這個國家的經濟 會面臨到將來的懲罰或衰退 在整個世界分工體系裡面 你扮演一個破壞者的角色 所以它這個也是它這一次去想要改變的 整個結構問題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所以必須要跟美國取得一定程度的合作 它才或是鬆綁 它才有可能逐漸改善它的經濟結構 它經濟結構如果不改變的話 就會一直每下愈況 這它面臨到很大問題 所以它昨天是一個很初步的開始 為什麼開始呢 它已經把軍事安全部分做了承諾了 而且李克強消失了 它有六個所謂的軍事方面的通報系統 全部恢復了嘛 全部恢復以後就不會有所謂的這種 擦槍走火的可能性 我覺得昨天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對於中國經濟如何脫困 那當然必然需要全世界的科技的協助 才有可能提升它的所謂的 它產品的競爭力 好 另外就是 這是你可以感覺到習近平在這個國內 重大經濟的壓力下 都不得不到美國 不得剛剛講的不得不得美國示弱 而示弱到中國經濟有多慘 我看了這個等我嚇一跳 都會再看啊 這個人在四川 你現在在四川 你家裡碗筷不行 發十塊 你碗筷東西擺放不正常 發十塊 你如果蹲在地上吃飯 也發十塊 對 我們現在也講的話 經濟上面的一個困境 在於他們的現金流 現金流弄不出來 所以在過去來講的話 不管你是用新人員車 也就是講的電動車 你在路上面走 你隨時都有可能會被罰款 那個時候已經引發民怨了 但至少你那個時候是在外面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就厲害囉 這個四川的這一個地方 它是罰款檢查你家的內物 在家 對 就跟你當兵一樣 查內物 對 查內物 你在廚房 碗筷不行 罰十塊 然後擺放不整齊 我想擺放不整齊 不就筷子疊盤 你要怎麼擺放不整齊 最可怕的是最貴的 蹲地用餐 二十塊 什麼叫蹲地用餐 我不能蹲在地上嗎 對 有些時候 你就想吃個泡麵 你蹲著 不行 這要罰到二十塊 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你說餐廳 廚房也就算了 這個 你的臥室 臥室是最可怕的 衣服你沒有疊整齊 罰十塊 然後呢 被子沒有疊放 就是拉室裡面攪了個豆腐乾 被子沒疊 對 被子沒疊罰十塊 事件套未清洗 哇 天啊 事件套是什麼意思 除了被子之外 你的枕頭套 床單 每天你就像不像 我們小學時候 每天要準備什麼 手把衛生紙 寫個東西 竟然查到你家裡面來 網路上面傳出這個的時候 很多人講說不可能 怎麼可能再缺錢 不會查到人家的臥室 不會查到人家的廚房吧 結果呢 一看官方 人家證實了 真的 真的 而且呢 事實還告訴大家說 不是我們而已 陸陸續續有其他的 這些政府機關 也要出台這個政策了 可是人家可怕在哪裡 可怕在 我如果罰款 你還不改變 我第二次檢查 我的罰款就翻倍 也就是我第一次到你家 你的廚房 晚餐不行我罰你十塊 第二次在你家 你晚餐再不行我罰你二十塊 你再不行 知道你罰你三十 還罰你四十呢 對 會翻倍再翻倍 但這件事情比較可怕的是說 難道你被抓到一次之後 你睡覺的時候 砰 城管就進來了 來 看一下被子 這個東西直接會進到人家家裡面 大家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但為什麼這樣子 你十塊 五塊 你覺得對財政有幫助嗎 其實很多地方縣市 尤其是第三線 第四線的城市 是真的需要這一點點錢來發薪水 有缺錢缺得這麼嚴重嗎 非常的嚴重 你看喔 這個東西在哪裡 在天津市 你看北京 天津都是一級城市 很多的交通局 這是他們的公務人員 交通局要去喊薪水 喊啊 叫啊 鬧啊 那有一些公安就來 大家體諒啊 我覺得他們回了這一句我才怕 我們欠薪不是一天兩天 不是一個月兩個月 他被欠幾個月 九個月 欠薪九個月 你要大家怎麼體諒 你沒有給我任何薪水發放的 這個所謂的計劃 沒有薪水發放的這個所謂的程序 你只告訴我 大家體諒 就是叫大家體諒 然後呢 你們都還是公務人員 你要體諒 但是九個月是真的撐不下去了 好 這個是在田津 江西呢 有老師 老師上街頭了 老師一直喊著什麼 我們要活命 為什麼要活命呢 因為沒有發工資 沒有發工資的情況之下呢 也是被武警來驅逐 驅逐之後呢 他們就直接喊 然後就罷課啦 我們平常在課堂上教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要生活 沒錢啊 沒錢 那就是沒辦法 他說你們給一個daylight 不給時間的話 那我們乾脆就罷課 連老師都不要去上課了 而且剛才講 你如果是公務員 那一般民間 那不更慘了嗎 一般民間更慘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你知道佛山的工廠 現在來講的話 在過去 你現在應該要加緊時間 因為你就馬上春運要開始吧 你要趕快提升產了 沒有 直接下課了 直接就這樣子放假了 然後你看他就說 那就吃自己吧 到目前為止 你都沒有繼續要做 所以佛山的工廠 溫中的鞋廠 都輪流停休了 也都空了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到底經濟差到什麼樣的情況 他們說 馬上就是立刻停止 就不用上班了 通知大家呢 你現在來講 就直接放假 然後什麼時候開工 寶傑哥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講正年初幾開工 初五開工嘛 因為你要贏財神嘛 你知道嗎 這家公司 全體營運工 望周知 你初步定於什麼時候開工 2024年 明年喔 2月24 2月27號 是什麼概念 正月18 過了元宵了 過了元宵 不是要大年初五來開工嗎 因為大年初五開工 是要順便贏財神 放鞭炮 你現在財神 你也不用管了 你就是正月18 而且他非常感動 跟他講 11月1號公告 這公告時間11月1號 對 11月3號就放假 這個更不要 湖北全城姓密 這個什麼 精密電路 他什麼時候發文 11月3號發文 什麼時候放假 4號就放假 就是馬上放假 然後呢 不只是一間公司 你看這間公司 也是告訴你說 整體經濟不好 然後結合公司現狀 各部門業務 這個是什麼 已經停止了 他不是先跟你 這個還是先跟你商量 這個是已經停止了 然後呢 就告訴你 你什麼時候回來 2月17號回來 這都不是最可怕的 還有那一種 直接停半年的 直接停半年 就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回來 4月再回來 所以呢 現在來講說 已經看不到未來了 而且野生最近 最近做了一個報告 我們知道野生最近 對中國是非常熟悉的 做了很多重磅的報告 他說 現在中國的爛尾 會多少 2000萬 對 2000萬套 他說明年會業力引爆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野村證券 講的這個2000萬套 有多麼可怕 之前恆大 之前碧桂園 碧桂園那個時候呢 未完工的數量 才多少 2000萬套是 碧桂園的20倍 然後這個狀況會造成 什麼樣的一個情形呢 你沒有辦法完工 你就無法交屋 無法交屋的話 對人民來講的話 他買的房子 你要不要公款 要公款 你就要搬進去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你很多的地方啊 爛尾樓 你拿手機打開 打開手電筒 你也要進去住 甚至網路上面 現在的勒售是什麼 教你如何 住爛尾樓 沒水沒電 我還是得住進去